大家好,我是鲤鱼 在耳音、金月等厂加入局后 LGA1700平台的低价ITX主板已经有很多选择了 但它们在供电、拓展性、BIOS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不足 特别是对于DDR5的调校还稍显青涩 去年我测过明轩B760i终结者之后 它的用料接口、供电表现和BIOS体验都让我印象深刻 而最近明轩发布了B760i挑战者D5 弥补了自家B760i在D5上的空缺 虽然从名字上看属于平平无期的挑战者系列 但它其实和H660i挑战者一样 是一张纯写明轩 那么700元数头的它用料接口如何 DDR5的超频和BIOS方面究竟有何进步 一起来看看吧 B760i挑战者D5的外包装依然是明轩这一代的风格 没什么变化 配件包括无线网卡座子、天线、SATA线、M2螺丝螺柱、IO挡板和质保卡 来到主板本体 乍一看和H660i挑战者很像 不过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首先 PCIE从4.0x16变为5.0x16 以正一反两条M2均支持4.0x4 正面为直电CPU的 然后就是新增的ARGB接口 以及实际前置C口 此外 更方便检查问题的分布式自检灯 也给到了B760i挑战者D5上 这点好评 四个风扇接口和四个SATA接口 也是ITX中很够用的了 当然 毕竟定位是挑战者 和自家B760i中介者相比 它的部族主要在后置IO上 它没有一体IO挡板 高速USB只有两个5GA口 过于充裕的显示接口就不谈了 此外 就是M2散热马甲和无线网卡也没有了 不过 它却配备了双网口 右侧为来自RTL8125B的225G网口 左侧为来自i219V的千兆口 生卡则是ALC897 所以从接口 拓展性来说 B760i挑战者D5 不是简单的H10i换芯片组 使用性上还是有不少提升的 当然 受限于定位 后置IO部分是稍微有点遗憾了 接下来看看供电部分 首先 B760i挑战者D5 左侧的散热片 是要比H660i挑战者大一些的 而PWM和实际供电 就是明轩祖传的RT3628AE 核和新8项 加核显一项的SIC654 50NDRMOS了 之前H660i在单塔 单扇气流下 差不多能稳200W 所以这张主板能提升多少 我很期待 点亮之前 过一遍测试平台 CPU分别是13600KF和14700KF 内存分别是48G的红机 新鲜2XMP冰刃 和32G的9核6800XMP新5 散热为单扇U220EX 电源为海运SPX750 点亮后 它BIOS的界面和大菜单 是没有变化的 图形化肯定是得等英特尔换接口了 不过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的保存超频设定档 和BIOS内刷BIOS功能 都得到了时装 按下F8后 选择U盘或硬盘里的BIOS文件 即可开刷 非常方便 而这个F2保存超频设置的功能 从之前的只能存一个 变成了可以存6个 按F3即可选择保存的设置 轻BIOS也不会消失 当然 刷BIOS的话是会消失的 而作为纯显明轩 最直接的特点就是 无敌丰富的超频界面 AC lowline 电压模式 降频温度设置 14代i7 i9 专属的APO都有 我给过好频的微码选择 自然也有 等之后明轩 是装了0x123的微码 把CEP一关 未来可期 说到超频相关的功能 这张板子的进步 还不止丰富的选项 按下F10保存后 明轩终于能显示修改项目了 而且 换内存的时候 也终于不会按照上次的设置 直接强行开机了 而是会识别到内存的变化 并恢复到默然设置 总之 这家伙 在BIOS功能小细节上的进步 真的有点惊到我了 我感觉明轩的BIOS 就是这样小修小补 虽然界面一直比较朴素 但是用性越做越好了 BIOS说完 就该正式超频了 首先是内存 8000XMP的金棒48G 是能直接点亮的 XMP参数是为正常 默认SA CPU VDDQ CPU VDD2为 10284V 1.4V 1.4V 会在两分半时 出现第一个错 正当我想继续冲击8000时 这对内存中的一条 突然罢工了 所以我也只好作罢 转头尝试用XMP频率较低的 一对N代和一对A代超频 也就是介绍测试平台时 提到的这两对内存 它俩开XMP就很稳定了 当然 B760i挑战者D5 在手动超频时 还是有两个欠缺 或者说注意事项的 首先就是TFCPB 这个内存小餐 它在充高频时 本应和TFC2一起调高 但这张板子 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只能靠主板自动 给的较低的 压力较大的数值 如果内存有高频XMP倒还好 比如金棒8000下的 TFCPB是正常的 但低频XMP 或主板自动 就会压力比较大了 需要给内存 额外加压 或降低频率 其次就是CPU VDD2 这张主板不能自由设置 而是在视频中 所示的固定选项中选择 对于8000这样的 高频下的调试 确实不合适 综上 我首先把内存目标 定在了7600 对于MDAI 我将参数设为1.4V 7600 36 46 46 60 TRFC265 其他自动 CPU相关电压 直接引用上一期视频的 SA1.25 VDDK 1.35 CPU VDD2 则是主板自动的1.4V 在Hardware Info中 显示为Vin1 最终 在42分钟的 6圈EmailSTM后 MDAI 7600 36 46 算是过测了 对于A代 我将参数设为1.44V 7600 36 48 48 96 TRFC265 其他自动 CPU相关电压 与MDAI 7600 是一致 32G的A代 跑TM 确实快不少 48分钟 已经跑完11圈了 A代7600 36 48 同样没问题 所以 我决定在接载里 冲击7800 刚好换上14700KF 以保证 不是在136KF的时候 凑巧过测 在7800的目标下 对于MDAI 我将参数设为1.44V 7800 38 48 48 96 TRFC268 其他自动 CPU相关电压 仍是SA1.25V VDDQ1.35V VDD2 1.4V 最终 76圈EmailSTM 用时为38分钟 明显比7600快了一些 同样过测了 对于A代 我将参数设为1.455V 7800 36 48 48 96 TRFC265 其他自动 CPU相关电压 依旧不变 最终 我跑了7圈多的EmailSTM5 半小时多一点 没有报错 A代7800 3648 也搞定了 看着这么顺利的测试结果 我都惊了 因为之前明昇的Z790i和GKD5 前者需要折腾VDD2 后者超A代的表现不佳 而这张板子 不仅终于不挑颗粒了 而且我上面搭配两颗U 的四种情况 都是一变过 都没让我重新进BIOS 调VDDQ或者VDD2 实在是太震撼了 当然 千万不能忘了 它目前BIOS下 TF-CPB不可调和CPUVDD2的选项限制 我个人建议 还是以7600MHz为目标 比较合适 最后就是供电能力测试了 对于它 我不打算用无气流的水冷来测试 而是用H610i 同款的单风扇踏实条件来测试 我将长期空好墙 设为后短期空好墙 一致的241W 看看这张主板在室温15度 开放式环境下 能坚持多久不降频 结果 半小时下来 它依旧稳定跑载241W 我也不得不延长烤机时间 坚持241W的输出 此时147KF的大核 在4.9G到5G浮动 小核在4.0G到4.1G浮动 整机输入373W 当然 这种有风道的情况 和水冷无气流的情况 表现是不同的 但是BC60i挑战者D5 在本就扎实的供电规格基础上 靠着稍微增大一点的散热片 就能很好的利用机箱中的气流 长期坚持241W 因此 我建议用它带的CPU的上限为13700K 切到104维码降压后 这个供电复载能力 跑满默然的5.3G完全没有问题 最后总结 700元出头的明轩BC60i挑战者D5 不愧是纯写明轩的新品立作 多档超频设定档 BIOS修改提示 内存更换提示等BIOS细节进步 和A代M代通知7600到7800的内存超频体验 都让我对它刮目相看 当然 它并不是完美的 受限于定位 它在散热装甲 后置IO上 还是和BC60i终结者有一定差距 所以 如果你的高速USB的需求没有那么必须 想在700元价位拥有到位的使用体验的话 这张板子 我非常推荐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支持 期待您的三连 我是鲤鱼 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